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老烧公一时就名声大噪 不少练武的爱好者都前来拜他为师 他一律通通收他们为徒 后来老烧公离开了 但他的许多门徒仍在码头空地 舞弄三角铁毛 然而没有一个人能像他这样子 这么的壮如火纯青 于是人们便戏称这些某种记忆 懂耳不经的人为三角铁毛 讲到这边到底跟猫什么关系呢 然后因为这个铁毛这个毛字跟猫谐音 于是久而久之就被后人称为三角猫功夫 其实指的是这个三角铁毛 是这样子来的 听了老半天是有这个猫字 但是跟猫没有关系 很冤枉的猫 这个三角猫功夫后来就拿来形容 虽然有知识但又不精通的人 就叫三角猫功夫了 好 那我们的故事今天讲到这了 我们来听一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交给丽婷 大家好 我是丽婷 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就是要带大家去走走玩玩 我们都很熟悉的泰国 但很多人可能一去泰国都会去曼谷 今天我们不谈曼谷 我们讲从这个泰国的南部玩到北部 一路上我们选了三个主要的景点给大家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主题 年末将近 许多家庭都开始计划出游 泰国是否也在你的旅游计划名单里呢 数据显示 近年赴泰国旅游人数最多的十个国家当中 马来西亚旅客数量就排在第二位 除了看风光 尝美食以外 当地价廉物美 经济实用的商品 也是吸引马来西亚旅客前往的原因 2017年为泰国创收最多的十个国家里 马来西亚就排在第三 除了到天使之城 曼谷 享受美食 下榻海上明珠普吉岛 来个海底之旅 泰国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推荐 今天旅游玩家将带我们从南玩到北 为您介绍位于泰国南部的 甲米与北部的青迈 一起滑独木舟看千年壁画 为你的旅游大忌增加一个好去处 好 今天我们很荣幸 我们请到了 Miss Thailand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Sawaddi Ka Sawaddi Ka 就是我们的旅游玩家的市场经理 利宾 大家看来长相一点像泰国人 然后刚才皮特问她第一句就是 你去泰国 有没有人误以为你是泰国人 我常常被人家误以为是泰国人 她跟我讲一堆的泰国话 然后我只会一句Sawaddi Ka 分开 你要多学 因为这样才可以变成一个当地人 对 可以杀家 我们去杀家 对 好 那为什么今天你会选这几个 就是比较不常会听到人家去的地方 因为常常提到泰国就是曼谷 或者是海岛 对 就是户籍岛 因为一直以来旅游玩家 都希望介绍不一样的东西给人家 尤其我常常上来 我想说有什么比较特别让大家新鲜的 新鲜的东西 或者是比较少人的 不用去人挤人的地方 那我想说我们今天就选了 泰国的南部一个 泰国的中部一个 泰国的北部一个 那我们从南部先讲 先提醒大家一下 我们今天还会谈到 竟然有一个地方是有樱花的 是 待会儿再告诉你 我们先讲南部好了 不用去到日本 好 南部的话 其实大家会常常听到 就是加米 那当你去加米的话 一般上都是去海边 然后就出海岛 可是很多人很少会去到它的河道 去做海岛 它的河道是在加米的哪一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在加米的大概相差 40公里外的这个地方 就现在看到这个什么 对 现在这个看到的就是 我上个月 10月中的时候去拍的 刚刚去喔 对 就是旅游玩家 我们社长就去拍摄 让我们的这个 你可以在我们的FB 摄影人 旅游玩家 看到一个完整的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拍 那这个河道很特别 它是距离这个 大概40公里外的这个地方 叫奥鲁 奥鲁里面的一个村庄 就叫Ban Boto Ban的意思呢就是村庄 所以是Boto村 那Boto村这边它就美的地方 就是它旁边的两个的一个红树林 大家看到 非常的绿 而且它的河道很宽 它的河道很宽 所以可以划舟 就可以划舟 而且不会说卡住 或者也不会有急流 因为它真的很平静 这是挺安全的 非常的安全 而且我看到河好像蛮清澈的感觉 好像镜面耶 很近 然后呢就你划起来是很舒服的 它不会说 一般我们去海上也怕危险 帆船 或者是用力 这个完全不费力的感觉 所以你们如果划舟 是一定要有一个当地的那个 救生员带 船主带吗 对 会有一个船主 就解释给我们听 一边划一边走 现在划怎么样 他会先告诉我们怎么划 怎么用那个奖 然后要给我们穿上那个 就生衣 然后就带着我们顺着流 哪边来划会比较没有那么吃力 就顺着它的那个水流 是 然后呢这个河道我们首先会主要三个景点 你除了看到很漂亮的这个红树林以外呢 你就会去到一个下水道 就叫隧道嘛 隧道我们叫Tumlok 那Tumlok这个隧道呢 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你会划过那个隧道 它不太不会很高 但是你就看到很多的棕乳石啦 然后旁边有一个美人鱼石头像 哇 天然的 天然的 所以划一划会遇到美人鱼 但是要需要一点想象力啦 那美人不太美对不对 对 就是你会划过去 然后在某个地方 对 某一些地方呢 然后你又会看到 比方说小小的那些小螃蟹 有时候它颜色很特别 红树林嘛 对 那就是你一般看 吃泰国的沙拉会吃到的 这个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下水道 这是旁边的其中一个而已 那真正的下水道 你是整个真正的进去隧道里面 隧道里面 然后整个暗了 然后你就看到一个洞穴 这只是旁边的一些石头 就是从下面穿过而已 OK 这样你们 这个是一个 这是你们是还到一个圈吗 还是从A点去到B点 它就是去了之后再倒回来 那这就会经过三个点 那这是第一个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tomlo 那第二个呢 我们就可以划去一个叫lagoon的地方 乐园 对 这个lagoon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 它也是有一个小小的arch 一个山洞那样 那你要整个人躺下去 它才能够穿过那个洞 这个好刺激喔 对 就是一个小小而已 那个就有那些 密室恐惧症的朋友 可能要考虑一下 他不会很远 他只是这样小小短短的 就是你这样一躺一下 他就过了 然后他要看水位 有时候水位太高 你就没办法被讲 那天就要小过了 或者像我们渡男太大的 也过不了 被卡住 但是你不用担心 他老板蛮大直 他老板可以过 老板有另外一个大哥的洞 但是穿过那个 只是一个体验 那进去之后 就是一个乐园 就是周围你看上去 都是360度的 都是山壁跟树林 然后上面是通天洞 但是里面就是一个内陆的湖 那个感觉 好神秘 好像去到世外桃园 那问一下 这个其实以前有人住过的吗 这些山洞 这个山洞里面应该没有 因为它就是一个湖而已 然后出来之后 来到这个整个行程的最大的重点 第三点是什么 对 第三点 然后就是在Bambo Toh这边 他们在三千多年 对不起 是早一阵子的时候 就被发现到有个山洞 这个山洞叫Pi Wa Toh Pi Wa Toh 听起来像Pi 壁画洞 有没有 有耶 也是 真的是这个意思吗 不晓得 它里面有壁画 但是它真正的名字叫Pi Wa Toh 然后中文也被叫为大头鬼洞 这是这个吗 这样大家看到的这个 大头鬼在哪里 这个像鸟 这个像鸟 那这个壁画 大家看到的已经被考究出来 被考古学家考究出来 有三千年的历史 所以这个就真的有人住过 对 它真的有人住过 那这个刚刚看到的是鸟 那有些我们看到的 就比方说有手掌 可是这个手掌是有六只手指的 那为什么它被叫大头鬼 六指琴摩在那边住过 有神话的色彩 对吧 那除此以外 其实它主要是因为其中一个壁画 就看起来是一个像人又不像人 那这个它像 有点像山羊 对 像有脚 有没有 对 现在看到的是一只脚 它其实本来两只脚的 其中一个脚板被刮去 六根手指的感觉 被刮去做考究了 那可是它上面看起来 像戴帽子的一个大头 又像是山羊 所以它被称为大头鬼洞 就是以这个命名 对 那里面 你知道他们发现了23个壁画 所以那个范围是很大的 其实也还好没有非常的大 但是为什么它没有被破坏掉 主要原因是因为它大部分都在上面 所以是很高吗 也不会太高 很好心 你可以看得到的地方 但是就是手碰触不到的地方 可是以前的人怎么能够去到那么高 画到呢 为什么去到那么高 其实有另外一个原因 而且是在水里面 对不对 现在是被水掩盖的地方 没有 它是你可以 你可以步行上去 你把船拨好之后走楼梯上去 其实它是比较高山的洞 但是你在地上会发现到 有很多的贝壳 所以表示说它可能曾经是 在很低的地方 是 可能是一个海滩 对 可是它现在是河 对 然后它里面有很多的棕鲁石 像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隧道 你看有个龙的头 就这个刚才我说的壁花头里面 有一些棕鲁石看起来像龙的头 有一些看起来像蛇的头 有一些像观音 有一些像什么 就是有不同 都是自然的 如果今天金庸先生还在世的话 他在这里也可以写一篇那个武侠小说 大家都好想念他 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发挥 肯定有流子情魔在那里面 对 肯定有流子情魔 所以这真的是很多人 我很少在旅游的书籍看到的一个景点 所以我们比较希望说可以 旅玩家希望说把这个新的地点 推广给大家 你除了去Crabby以外 你再花一点时间 是 到来这个Ban Boto 你花一个半天的时间 早上两个半小时去划一下 传回来这个武器 两个半小时也不上菜场 对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规划行程 可能只有三天两夜 专去Crabby走这几个点可以吗 其实你到Crabby去玩的时候 你回城或者去的城 你就花个半天来Ban Boto 就够了 其实你们刚才那边 对 我看到一个是类似的导游 是地培吗 对 他就是那个Crabby的主人 他本身就住在那个Ban Boto 因为你知道 从那个河道到他们的村庄 就是一条街而已 非常纯朴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也特别喜欢这个人 是因为他这个人叫Buma Buma本身是 他就留在村庄 他希望做的是Quality 而不是Quality 所以他做的都是小团 OK 非常用心 那他平时你跟他聊天都讲英文 英语 他都可以 对 那这个地点呢 就是Buma本身的那个码头 而且天气很晴朗 其实你们这个 是因为这个 你说要去划这个Crabby 对不对 需要考虑到雨季吗 什么时候是雨季 我有访问他这个问题 他说完全没有问题 不用 没问题 因为他那边不会下超级大雨 所以水位是挺固定的 只要水位够的话 就大概可以滑出去了 而且阳光超好看 那个是你的自拍对吗 超漂亮 对 是 所以你在海洋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相机 手机带在身边 然后沿路拍都可以 那个光线都足够的 对不起 对 OK 这是一个好地点 就是如果今天我们 大概几天的行程 短程 直接去泰南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对 那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乘坐 乘搭飞机可以直接飞到 最靠近的机场在哪里 海洋 可以先去到海洋之后 我们再往这个地方去 你可以坐火车到海洋 像我从吉隆坡 直接开车上去14个小时 14个小时 很有毅力 你 如果你从边境 从北马的边境 一直边界去到那边的话 大概是6个小时 对 然后除了这边 其实你就到格拉币去玩 就是这样 它只是多一个半天 突然想起它有收门票吗 还是船费会很贵吗 对 你要是去划船的话 它大概一天的时间 就花1700泰币 然后还包括一个午餐 不猜鬼 不错 不错 可以考虑 一家大小去也不会很负担 对 但是我还要听多 接下来有两个地点 然后才做规划 是 决定 到要去哪里 所以看来你是要拿长假了 是 我们这里先休息一下 那除了泰国这些地方之外 年末旅行还有很多好去处 我们一起看一下 冬天的挪威是欣赏北极光的绝佳地点 每年的11月21日至来年的1月21日 太阳将消失在地平面以下 这时就是观看极光的最佳时间 挪威北部最大城市 特罗姆色每年都会有极光节 游客除了可以乘坐缆车 从高处一缆特罗姆色的全貌 如果你够幸运的话 在登上缆车后 极光还会同时出现 可以感受一生难忘的绝妙极光景色 突尼西亚 突尼西亚被誉为地中海明珠 是世界上少数集中了海滩 沙漠 山林和古文明的国家之一 突尼西亚拥有长达1300公里的海岸线 迷人的沙滩 温和的气候和热情好客的风土人情 是突尼西亚成为最受游客喜爱的旅游圣地之一 这里充满阿拉伯风格的建筑 宏达的清真寺 古文明的历史遗址 以及博物馆 每年吸引了大批游客和伊斯兰教徒前来观光和拜夜 而秋冬季最适合前往突尼西亚旅游 尤其是11月和12月最为舒适 阿根廷 布宜诺斯埃利斯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埃利斯 是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城市 每年12月正是最温暖和好玩的时候 随处可见派对 舞蹈 美食和美酒 19世纪 欧洲人努力把布宜诺斯埃利斯 建造成像巴黎一样的城市 从五月广场到国会广场一带 有很多欧陆风格的宏伟建筑 当中包括政府大楼 教堂 银行等 这里对喜欢观赏建筑美学 或想要狂欢到天明的游客来说 是个极佳的旅游地点 澳洲悉尼 每年12月到来年2月是澳洲的夏天 这个时间通常是悉尼最温暖的时候 平均温度在摄氏度18.6到25.8之间 是体验澳洲多姿多彩户外活动的最佳时间 这时候的澳洲正在放假 当地人会涌到曼丽海滩 棕榈滩 邦迪海滩 享受阳光与海滩 除了探索港湾和沙滩的魅力之外 你还可以在这里庆祝除夕新年 尽情欣赏悉尼海港大桥上的烟火 还有非常多世界级锦标赛的体育盛事 可以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 主唱 中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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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泰南叫做 甲米克拉比的地方 所以我们要往北上去到泰中 那泰中有什么好玩呢 其实这一次我要介绍泰国的中部 这个地方叫苏可泰 苏可泰 苏可泰 大家都听过这个泰国名字 就是苏可泰 苏可泰我想要介绍的原因 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因为苏高泰 它是泰国的第一个王朝 这个在我们的历史的课堡 好像有藏经过过 虽然还得到大部分 我已经都还完了 然后听说有什么水灯节 也是那边发源的 对 泰国有两个很出名的节庆 一个是水灯节 一个就是泼水节 都跟水有关 对 跟水有关 因为对他们来讲 水是很重要的 水是很神圣的 你可以没有食物 你不能没有水 所以在那个时候 他们的其中一个王后 就开始来做 应该讲说 由她来开始这个水灯节 那做水灯节的原因 有两个原因 像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 就是苏高泰的这个古城 它是属于哈利特强 好美喔 世界文化遗产 对 世界文化遗产 然后它其实这个 苏高泰的这个古城 你在如果水灯节你去的时候 白天看起来就是一个古籍而已 可是晚上他们就用这个地方 变成舞台 怎样变成舞台呢 另有一番风味喔 对 它就是 它就那边有平地 有楼梯 那个平地跟楼梯 草藏的地方就变成那样的舞台 而我们就坐在对面有一个湖泊 它有一个 那个古籍的下面就有一个湖泊 湖泊的对面就是一片草藏 然后他就在那边放椅子什么 让我们在那边坐着看 然后舞台上就有几十个 近百个的舞蹈员在表演 穿民族服 对 就这样子是吗 对 然后整个表演结束之后 他们就会做祈福的动作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我们的水灯 你看我们自己做水灯 你可以自己做水灯 现场做 去到那边才做 有些饭店可以做 有些是现场 你要做的话你要提早去 然后我们就做这个水灯 然后它表演完毕之后 我们就放在那个湖泊 让它漂流出去 所以它就亲你们一起 一起来放水灯 好浪漫 然后你就是 对 水灯机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 然后我们就坐对面看 你可以想象到 上面是很多很漂亮的这个古迹 很颜色的这个舞蹈员的衣服 再配上很多灯光 然后倒影在水里 超漂亮 就像这样子 刚才那张照片 就是有古迹的交错 对 古迹的交错 然后它在表演的故事 讲的就是以前皇朝的故事 而且它们灯光都打得很漂亮 后面那些古迹都打得很专业 灯光真的打得很好 当然它讲的是泰语 好壮观 我们听不懂 但是你看整个表演 就已经觉得 那个颜色 而且在一个古城里面 你可以看表演 所以去那边的游客多数是 哪里的游客都有 可是为什么会有天灯 你刚刚看到的这个 就不是在苏国泰的古城里面 它是在外面的一些其他地方 其实水灯跟天灯泼水则 这些事情 其实在全国各地都会在进行 那在苏国泰这边有一些庙宇 他们也会做 那有一些甚至是你去一些SPA 他如果他那边有一个水池 他都会给你一个小小朵的莲花 上面放一个蜡烛就让你去放了 所以它其实苏国泰是发源地 发源地 然后放水灯的意义有两个 一个就是他们 就是要感谢这个河流母亲 就是感谢她 孕育了很多生命 因为他们主要是以农作嘛 所以水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的 而且又是印书那个时候 对 所以他就是感谢她 然后另外一个意义就是 你把所有的那个不好的事情送走 但是同时你做祈福 然后留下好的事情 对 那这个呢 这张天灯 这怎么像在台湾 对像在他们在水灯节的同时 他们也会有一片这个节庆 一片的意思就是天灯 那在你刚刚看到的 我们的那个苏国泰的话 它可能就像我去的这个地方 它其实只是这样放着 拉上拉下 它并没有真的让它飞上去 因为有安全考量 你在市区你在靠近哪里 是不能随便放 但是放的最多的是在青麦 青麦 现在我们往北了 北部 泰国的北部 那青麦呢 在这个水灯节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有这个一片的节庆 就是它会每一年你可以先提早 到这个网上去买票 票还真的不便宜 以美金计算 一开始好像是100 100多块美金 然后呢再慢慢的往上 然后呢你可以去到这个地方呢 就可以去这个地方 然后你就可以去放天灯 所以是11月 这个时候呢 11月的20 大概16号到24号 是庆祝天灯的 这个赶快要短期旅行的 马上可以订阅 但是这个是有季节的 那我们来跳过水灯节 水灯节的话是11月 我们不期待了 因为这樱花太漂亮了 对啊 11月的大概22到24号 是主要的水灯节 庆祝节庆 但是如果你来不及 那你就去看樱花 是什么月份 青麦是有樱花看的 它是在12月尾的 大概2月初 那一般上呢 是在1月的时候呢 是最漂亮的 对 所以大家距离现在 12月尾还有8个星期 大概8个星期的时间 它在几个山区 因为它是凉的嘛 青麦的冬天 它真的有冬天 它可能可以去到10度左右 那你要在山区看 你就真的是看到 这个属于比较属于山樱花 而且它那个景色 像我去的这个是在 在12月尾山旁边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果然是 这个地方 它就被称为櫻花 櫻花山谷 所以变成它是在高处可以看下去 然后旁边都是櫻花 那完全不会被视线 不会被挡到的 那边会有民宿吗 民宿好像没有 因为它是在山区 所以你要往下 要住到那个羌麦的市区 然后再往上去 所以你们这样子要登山 大概要多长时间 不用登山 那个吉普车在你上去 交通费会贵吗 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了 一天的时间可以 你就是可能一早的时候 你就去 你先到三角下 那一带呢 它就会有一个吉普车在那边等 那你就可能包一台车 或者是一个人大概是一百八十半 大概两二十块左右 它就带你上山 那因为它山路真的很小 要很专业的人 才能够要两个车一起通行 那一路上你就会开始看到 泛红泛红 那个粉红色的那个樱花 一片一片 然后去到山谷的时候 你就不敢想像 你是在泰国 在花海里头 所以不用去到日本 对不对 但车长要多长时间呢 我们从羌麦过来 大概是差不多 一个小时吧 然后再从山底 这样子坐上去 大概是半个小时时间 就可以到了 所以全程两个小时够了 对 但是你刚才 你预计你大概花个半天 一直到午餐之后 午餐的时间这样才下来 那你去到半路 你还可以去到一个小学 小学那边 你还可以看到苗族的人 就是Mont Village 它那边有少数民族 然后有少数民族 那边也有一些 比较矮的樱花 你可以近距离地来看 那刚才你讲 气候时度 不是指早上还是晚上 对 早上晚上的时间 白天就大概十多度的状况 很舒服的 所以我们去我们的衣着 一定要戴一个外套 或者围巾 这一定要戴的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 他们少数民族在那边 当然这些 跟台湾那些很类似的 有点像 有游客来了吗 对 拍到 然后首飞 它真的长得蛮可爱的 是 感觉它整个地方 就是比较纯樸的感觉 对 就没有都市化的痕迹 那那边英文都通 不太通 需要地陪吗 当然坐旅游的话 它就一定可以通 像车子什么 有一些它是可以通的 然后 只要它是 应该说泰国 只要它是搞旅游的 它都通 但是像这种 小数民族 它可能只会跟你讲 一朵 好 直接看到牌照跟你要钱 那它有没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做 鲜花节的是什么东西 鲜花节 就是在这个 昌迈 对 应该就是 应该就是在 二月份的话 就属于进入春天 对 刚刚我们这是冬天 冬天的话是樱花 因为如果说 在这个 你看到 所以我刚刚讲说 这个樱花是属于三樱花 它跟中国 台湾 中国 台湾 日本 韩国的樱花 是不一样 那个是属于 春天的季节 三四月开的 但是 枪麦这边的话 它这个樱花是属于 冬天开的 因为怎么讲 它不会太冷 对 那也要看时间 而且它一样也是 大概一个礼拜 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就凋零了 就是说 花期很短 要碰印气 然后再来呢 你就是 再来就是二三月的时候 就转入春天的季节的时候 你一样可以去看 它的这个鲜花 不同的鲜花 就看到很多不同颜色的花 其实在不同的季节 你去到枪麦 往梅红松派的这个地点 都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 难怪邓丽君小姐 晚年的时候选清卖住 对 它那个饭店是固定 有一个房间给它的 到现在还保留着 大家可以顺便去看 这个还蛮有这个纪念价值的 是 今天非常感谢丽宾 对 我像重新认识了泰国一样 是 就我们太常常去曼谷 这是很商业化的那些东西 对不对 是 好 我们谢谢丽宾 谢谢丽宾 谢谢 好 这里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我们有一部舞台剧 要介绍给大家 那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一部舞台剧 讲的是什么故事呢 待会见 作为东南亚最大的摄影盛会 第二十二届吉隆坡摄影节 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专业摄影师和摄影爱好者参与 今年的摄影展主题为 脸孔 Faces of the World 主办单位收集了世界各民族的脸孔 让观察者可以在场欣赏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美丽脸孔 不仅如此 主办单位也邀请了 其他国家摄影界的翘楚 参与此盛事 而台湾的经典杂志 也在此举办了海外第一站的 壮游二十年摄影展 活动当天 大会也准备了精彩的表演 让来宾们一同观赏 身材圆润的朋友 你们有福啦 日前Jazz & Co 举办了加大马系列的独家史上预览会 让身材富满的人群 在即将到来的节日 也能穿出自信和美丽 活动当天 该品牌总监在现场 与大家分享加大马服装的设计风格 主办单位也特别找来了模特儿走秀 让道场的嘉宾边享受边抢先易度 此系列的多种穿搭方式 以展现曲线美 欢迎回来 我们紧接着要给大家介绍在这个11月初 有一部舞台剧叫做《把爱带回家》的 中文舞台剧 那这部剧很特别 它有挑战这个心理上的一个层次 还有就是跟观众会有很多的互动的 很特别 我们有请我们的编导游传龙先生 还有剧场的工作者冯一亮老师 梁一亮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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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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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这部剧呢 其实我相信也非常适合很多年轻人 因为时下年轻人都不看书 那我知道这部舞台剧的主要的主题 是来自于一本书 可以跟您讲解一下 为什么选择这一本书 我讲吗 当然 为什么选择 那真的 在这样的一个节目里 我不费一点就是要去写的大语文化 因为他是一个前线人 因为我们之前在跟一亮老师合作 过一部舞台剧《梅一亮老师》 那他们看到了 他们就觉得说 要做一些很有意义的 所以他就牵线了 又再让我们再次的合作 是改编自冯一亮老师的这本书 把爱带回家 带回家就还是讲家庭的关系 人理的事故 那故事大概剧情是怎么样的呢 故事的剧情它 其实我是在这一本书 因为这一本书还是跟 就是有很多小故事性 那我就把它里面 因为小故事性嘛 所以我就把它再结构 然后拿他一亮老师的 所谓的那些中心思想 再把它放进去 我的故事里面 就是让他尽量的就是碰到 每一个家庭的议题里面 比方关系亲子之间的议题 家庭的很多灵魂人物 其实是妈妈 这部剧也讲到 就是妈妈在处理 她的家庭关系的一些烦恼 她是在处理 就是身为一个女性如何 在面对可能社会 关系跟责任上的一个问题 就是应该大部分的女性 应该会面对到的性别问题 多重的角色 对 那是一亮老师之前 为什么会写这本书 是什么启发你 为什么会写这一本书 主要原因是因为 当初在新加坡 作为一个辅导员的时候 接触不同状况的青少年 一开始的时候 我本来是一个青少年工作者 可是后来我发现到 很多青少年的偏差问题 不只是发生在学校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 在自己的家庭有状况 就是原生家庭的不愉快 所以这部剧 你们也会去挑战观众 自己本身家庭里面 所会面对的问题 对 那知道说你们在这个 处理手法方面 比较特别是 因为你们有很多 让观众参与的成分在里面 是指在舞台去进行到 中场的时候 对可以给我们一点 剧透一下 可以 应该是一开始到结尾吧 对 全场 一个小时半的剧 它并不是每一分每一秒 但是它是就是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 能不能这样讲 就是它可能像前面 已经演了某个情节 一个短剧 然后中场 宜亮老师可能会发问 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吗 或者是让观众去决定 结局是怎么样 是 类似这样的一个手法 类似就是观众会给台词 然后演员马上演这样子 这对演员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 很考验演技 那在编这个剧的时候 怎么去让演员做这一方面的准备呢 其实应该它有技巧 就是在好像Data Sport 叫做技巧上就是 他们演员就是会 会尽量地抓重要的 然后再如何地把它牵回 那个故事线应该要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课题 是牵涉到社会很多不同的层层 对 然后也牵涉到很多不同年龄阶层的人 对 这可以适合带小朋友去看的吗 什么年龄最底线是什么年龄 才看得懂 其实这个问题是 我在设计的时候是青少年 就是可能就中学 10来岁这样子 13岁 可能最多问题的时候 13岁 最多问题的那个阶段 那尹亮老师 会像过去的舞台剧那样 会留到最后跟他们来一个讨论吗 是 我这一次我自己的部分 会稍微重一点点 自己有参与 我有参与 有演 他给我九段对白 我需要去演 可是也不叫演 就是说我只做回我自己 辅导员的决策吧 我只做回我当初是一个辅导工作者的一个角色 然后怎么去陪伴这一位女生 意思是一个开端 就是故事的开端 那其实两位其实希望这部舞台剧 到最后带出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怎么样的想法 就希望说观众看完走出来的时候 会有什么参与的感觉 他会得到收获 一定是 因为在创作的一开始 我就从那个如何的探索 过去的生命 然后那么在创作未来的新生命 然后再来的就是如何的梳理关系 然后再把关系之间的包袱丢掉 那这个是我的创作一开始的概念 所以我希望说观众看了之后 就可以明白到所谓自己的家庭里面的问题 然后去梳理 去面对 然后重新地再出发 那我觉得宜亮老师一定有很深刻的感受 其实很多家庭成员叫做相爱相杀 对不对 真的 这部剧能帮忙解决那个相杀的部分吗 其实我看了那个剧本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有不少的相杀的画面 所以在看这部剧的时候 它其实有一点像一面镜子在造回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就特地在那个剧中之后 我们再和观众再继续做交流 让他们再继续说他们自己的故事 有开口抒发的部分就可以有出口 我觉得主要是 就是激发观众的去思考这些问题 是的 当然也不会说是提供答案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让他们去思考 开始做这个思考的部分 很有意思 那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这个 舞台剧的时间地点 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舞台剧我们总共演五场 那第一场是在九点 九点 就是九号 九号 九号是在八点 星期五 然后是在十 第二天是十一月十号 星期六有两场三点跟八点 那星期日是十一号的 有三点跟八点 那特别要提的就是在十一月十号 就是星期六晚上八点的那一场 那其实是 就是一个特别场 那它之所以特别呢 就是因为 其实这个是一个以爱为本的一部剧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 透过这一部剧让观众可以参与 就是或者就是 因为它的票价是 特别价 特别价 一百零级 对比普通的六十零级高兴 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呼吁大家 可以购买 然后一起来行善 对 因为它这个多出来的四十令吉 是要捐赠给静悦慈怀之家 因为这个慈善机构就是要帮助那些 患病的 对 患病的 常握在床上的一些年迈的病人 知道他们临终的 是 所以这部剧它的这个意义是多层的 除了在舞台上发挥影响力 它实际上也要给这个团体有实质的帮助 是 那在一次的之前 我们那个9号 10号 11号的呢 全部都是六十令吉 除了星期六十号 星期六晚上八点那个是一百令吉 是 那守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其实也有机会来获得这个票 今天我们会送出三组票 总共六张了 好 我们请仪亮老师或者传龙来发问好了 来 问一道简单问题 让我们的观众回答 非常简单 那请问这部剧的剧名是什么呢 很简单 我们开始接近题了 对 是啊 要把什么带回家呢 是 这么简单 那记得把你们的这个答案 发送到我们的邮职 就是LivingDelightATV.com的MI 那他要附上你们这个身份证号吗 姓名 也别忘了你们的答案 连到电话 对 他有答案 是 是 是 我们总共送出三组了 好 也希望大家都来观赏这部舞台 对 那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是表演 对 差不多 那现在卖票的部分大概还剩多少呢 嗯 票房还不赖 就是 但是还是有剩一点 那我们是希望我们的目标是放漫长的 对 我觉得说 就不只是当成是一个观赏娱乐的部分 而且也去学习一下 让自己思考一下 是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仪亮老师跟传龙的这个合作 都是诚意之作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捧场 也祝你们票房之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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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好 谢谢 好 这里先休息一下稍后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做瑜伽 这个瑜伽的动作 也可以帮助我们放松身心的 对 而且今天瑜伽很特别 需要两个人一起做 不要走开 稍后一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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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 我是尼克 我創造的 outsour paperfish 所以 口中的 粉刀是出售的名牌 基本上是黑骨刀 那是上海的 土豆炉 炒出的 土豆炉 所以我們有 寻寻 墓 which does a lot of paper fishes that people can write on which then stick a lock here. Let's head on inside and we can have a look at what's going on inside there. You start off with base, so you choose either rice, quinoa, brown rice or even a lettuce salad base and then you move on to your sides and then you move on to your mains and that's where you choose either your salmon, your tuna and your shrimp. So you can move on to your toppings and choose what you like and that's it. You will get with your bowl and make payment and you can enjoy your meal. So over here we have a few options in terms of flavours. We have our spicy salmon, which is our best seller. It's basically kiwpi mayo, a little bit of sriracha mixed together with lime juice and that produces a very nice coating for the fish. And then you move on to your shoyu salmon. This is the original way the Hawaiians did their produce last time. so they will take cuts of bits of fishes and they marinate it in shoyu, sesame oil and then you mix it all together and you add it onto your rice. We have our citrus salmon, which is for the fresh feelings that you will get when you eat. And then we move on to our shrimp flavours as well. So we have our mango salsa shrimp, which is something very fruity, it's mixed with mangoes, it's sweet, it's savoury and you add it on the rice, which is delicious. And you also have your garlic shrimp for those garlic lovers out there. We have a variety of flavours, a variety of choices and that's all you need to know. So our salmon and our fish, all the raw ingredients are actually stored in a chiller. So everything comes straight from the supplier and then picked, separated and bagged into different storage spaces into our chiller. So that ensures the freshness that we seal it up in a vacuum and makes everything really, really stay the way we want it to be. So I'm a working adult as well. What I need is something quick, something healthy and something that makes sure my body doesn't feel bad after I eat it. So paper fish, a healthier choice. Fresh ingredients put together, beautiful flavours and that's what we try to do with our products. That's why paper fish exist. 。 也是最后一次的这个双人瑜伽 那这个双人瑜伽 为什么这么重要 一个人做不到 对 双人瑜伽 两个人一起做会比较好玩 比较有趣 人可以帮助到彼此感情 然后彼此的像信任 还有默契 对 因为对方可以 我要心里才能放 对 放你一马 别别了 好 那我们今天是 这个搭档是组合是我跟Henry老师 一起做跟Henry老师 对 以免我们两个一起做烂那个瑜伽 对 所以我们先请他们两位做示范 我们先做一个示范 我们先看专业示范怎么做 我们是一样会做三个瑜伽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做单腿侧边石板式 OK 我们就会做单腿 对 所以我们就做先 所以把身体传去侧边 然后把我的右手放下来了 我好了呢 我就会吸气把我们吸气臀部推上来 我推上来了 我就会把我的左脚给Henry老师 我就会抓Henry老师的脚 做好了两双方面就推上来的感觉 就是有两个交叉 对 交叉 就尽量把大家的脚推高一点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 三个呼吸 今天我们停留三个呼吸 三个呼吸而已 这个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 只是这个很难的话 我们可以做简单的 有折中法吗 做做手肘就可以了 OK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一个 第二个动作呢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做伸展式 伸展式 OK 脚板对脚板 脚分开 或是双方的手肘 OK 吸气了伸展 吐气 把身体弯去一边 这感觉好一点点 就是弯到 可以去到多弯就多弯这样子 OK 也是顶三个呼吸吗 我跟你说 一盘瑜伽看起来 感觉都好像好一点 但是很多人都弯不下去 对 弯不下去 但是是帮皮齿 当然是帮皮齿吧 所以我帮他拉 他帮我拉 就会感觉到更多的感觉 比较平衡一点 有人撑住的感觉 撑住帮你拉更多的感觉 然后两手交换 对 两手交换 我感觉我将会是那个 拉不下去的那个 对 我帮你啊 第三个动作 第三个是做扭转式 我们的膝盖动 膝盖 对 我们的右手就把往后 好 右手往后 好了 吸气 右手往后 对 吐气转去右边 转去右边 我就把我左手给你老师抓 我就抓你老师的手 抓不到怎么办 抓不到就抓手指这样 就好了 好 抓了吗 吸气 吐气 鼻子把方向推去后尾 拉去后尾 这样你会感觉到我帮你拉多一点 你帮我拉多一点 所以这个维持也是三个呼吸吗 三个呼吸 对 这个很像泰式测试 它帮你扭 你那个身体扭过来 对 就是这个三个动作了 好 那如果是大家感觉到刺痛 或者是已经有伤到腰的 就要跟对方沟通就可以了 好 好 好像你觉得不舒服 就跟对方讲 维兵不要做这么多 不要拉得这么耻劲 要扣痛 对 就要扣痛就可以了 可以 好的 多多包含 老师 来 我们就马上来瘦子 示范 我坐这边 我们今天就做简单的 就是把我们手镯下来的 好 就是这样子 对 手镯放下来 好 这个脚绳子 这一只脚绳子 这一只脚绳子 对 是这样子 好了吗 看到老师的 怎么讲吗 好了 我们吸气就把我们的臀部 推上来先 推上来 推好了 左脚就提高 脚绳子上来 抓住了 我就抓住 围兵的脚 推上来 脚直 好了 这只要直 好 手很短 我抓不到老师的腿 二 四 一 吐气呢 慢慢发手 发脚 放下来 好了 手镯比较简单 好 我们就换另外一个脚 好 再换另外一边 好 同样的 对 同样的步骤 就是我的 左手 好 这个距离 那这个距离是要 她的手大概跟老师的脚一个距离 也调不到 好了吗 好了 我们就吸气 同步 而且这个也是要看 对方的这个 推起来 身体的伸刀 对不对 好了 我就把脚给围兵 好 上来 我就抓围兵的脚 好 立婷可以吗 可以 三 二 一 吐气 慢慢下来 好了 可以 感觉到这个大腿的肌肉有点抽筋 拉上来的感觉 对 拉得太扯得太厉害了 对 好 来第二个 还行吗 围兵你 还可以 这样还好 还在你 第二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床脚打开 脚板对脚板 脚板对脚板 这个也是很吃力 没有 拉扯 拉扯 然后背还要挺直 对吧 好 我们用我们的右手 或是我们的手手 你装 我装你的手 好 吸气 吸气 吐气身体 可以 往去一边 对 去右边 可以吗 围兵 好 起步 感觉到拉扯 再往后 腰 往后就可以了 我再往后 伸展 三 二 二 一 二 二 一 慢慢吸气 上来 好 感觉肚男的脆肉太多 放不下去 我感觉我脚裂开了 我就放手 好 二 二 二 一 左边比右边硬 会 好 第三个动作 好 第三个动作 好 第三个就是做扭转式 好像普通的做法 好 膝盖 动膝盖 好 把右手往后 右手往后 对 右手往后 吸气 吐气 转去右边 我把我的手给围兵抓 好 这样子 对 我就抓 原来是抓得到的 好了 好了 大家都抓好了 吸气 吐气 推去后尾 往后推 有没有感觉到我在拉 有 三 二 一 吐气 慢慢放回来 所以这个膝盖的作用 就是要顶住 顶大家 好了 左手往后 左手 对 吸气先 吐气 转去左边 我把我的手给你 你的手抓给我 好了 抓好了吗 大家都吸气 吐气 拉扯的感觉 往后抓 三 这样子吗 不会 不会 二 一 吐气 慢慢放回来 好 这次是三个动作 这个好舒服 真的舒服 反正到你拉 这个很舒服 对 平时我们不会去伸展 这个部位 就算有的话 也不会去到那个幅度 对 对 这双人瑜伽真好 太棒了 这种这样的锻炼法 老师 你会鼓励我们说 每一天做多少次这样 但是如果有一个伙伴 就可以了 每天做 还是可以的 伙伴 他真的对伸展这个 我们的腰间 是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对 大腿 对 大腿 其实很像全身 对 所以整个人有放松的感觉 这个背 因为我们常维持 同一个姿势太久了 对 如果没有这种伸展 就不行了 我们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星期会谈什么呢 我们将一个营养治疗师 上来的节目 对 谈一个 大家或许 猜不透 为什么会吃这个东西 是芝士 对 芝士片 到底好不好 这样子 要怎么吃才能吃得好 星期就跟大家一起来 好好探讨一下吧 我们星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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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